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纷纷五代乱世间 谈唐墓室 永丰烟 风云障下 齐人在 斯言贩子 闹江山 李存续出为忠心之主 得到中原后却不思进取 石敬堂甘坐儿皇帝 落得千古骂名 更有周世宗财荣 少见的明君却只做了五年皇帝 让后世人恶外叹息 敬请收听 独时有学问之 五代十国 风云录 五代篇 上下五千年 独时有学问 大家好 我是罗宾 今天我们将为您播讲 五代十国 风云录 五代篇 后梁风烟 他的第一主角 就是亲手摧毁圣唐王朝的朱温 上次我们讲到了 唐末时期翻墙歌剧 大唐皇帝被架空 中原乡淮地区战乱不断 特别是朱温鱼里可用 亮大翻阵 相互亲压 打的是昏天黑地 其他几个歌剧 也望风而动 为了地盘打的是不亦乐乎 其中 王行宇 李茂贞等诸侯有点发疯 居然到长安去劫持皇帝 以要挟封赏 李克用看到救驾的机会来了 立刻发兵长安 王礼二人听说 李克用出兵 更加着急劫持行动 否则留给他们的 必然是功亏一篑 不过 大唐皇帝的神策军 也不是吃素的 总算有点小气势 挡住了王礼凤祥军的几次劫持 唐皇礼业觉得长安不安全 趁乱带着亲王公主内人数百 在神策军 李军和护臂都头李军使的保护下 出起厦门 跑往南山 随行百姓数十万 不过 这个倒霉皇帝流年不济 半路又被当地的土匪劫了一票 死伤数万 市民豪哭 震动山谷 王行宇准备乱中取利 再劫昭宗 昭宗这时候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李克用了 潜贡奉官张成业 去找李克用 火速救驾 何东军二话不说 急忙启程 在黎园大败靖南军 王行宇使力大为削弱 李茂贞也颠注分量来了 咱们吃粮 人家吃人 哪惹得起啊 忙上表谢罪 并向李克用求和 李叶拜李克用 为宾宁四面行营都昭陶室 会同定难军节度使李思县 张义军节度使张凡等人 尽讨最不听话的王行宇 李克用先让儿子李存旭去行载 请昭宗还经 李叶见李存旭 少年可爱 大呼齐相 安慰这个小孩子 你是国家栋梁 日后当尽忠朝廷 随后带着李存旭回到长安 安顿好昭宗之后 李克用率军静抵宾州 王行宇哪还出什么兵啊 吓得在城上胡言乱语 生家是李茂贞结的 与我无干 李公可勤 李茂贞 我自负荆请罪 李克用才不知他这一套 愣笑道 招令我讨三逆臣 其中就有王公 得罪了 王行宇知道事已不可救 邪眷出走 半路上被部将所杀 脑袋被快踢到长安 为了感谢李克用救驾 李叶下诏封李克用为晋王 十亿九千户 赐忠贞平南功臣 李克用真是捞了一块大肥肉 得意洋洋的回市太原 远在千里之外的朱温 得知李克用大大风光的一回 度火中烧 朱温没有吃到肥肉 那就只能将就啃骨头了 同年底 朱温率精锐在曹州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合则 打败朱轩的运军 一直追到了巨业 生服运军三千多人 运军主将贺归 柳存也被活拿 此时狂风四起 扑杀飞舞 朱温狠劲大发 宁笑道 杀人不足 只封如此狂虐 命将索服运军全部诛杀 不过赦免了贺归 留为己用 朱温治军之言狠 世上著名 变军作战时 如果主将战死 其所属兵全都要杀掉 所谓拔对战 虽然许多步兵在主将被杀 多逃逸不敢归 因为朱温赏罚严明 千金之赏必有勇赋 所以变军的战斗力并没有下降 朱轩知道朱温是不会放过自己的 忙向河东求救 朱温的敌人就是他李克用的朋友 听到消息先前大将李承四 十眼率京旗数千南下救运 在五代时 能随便就派出一万骑兵的还真是不多 在冷兵器时代 少数民族骑兵对汉族步兵作战 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唐乾宁三年正月 李克用再派李存信 何怀宝等人摔万鱼起来救云州 李存信准备戒道魏伯 诸文密使人告诉魏伯的罗宏信 李克用野心可比董卓 经功戒道于克用 他日均还 恐有甲徒法国之阴记 罗宏信尚在犹豫 李存信就因治军不严 何东军在魏伯境内超略 明怨沸腾 罗宏信大怒 出师夜袭无备的何东军 魏伯军斩首数千 何东军退至明州 从此 魏伯和何东成为朝敌 罗宏信也只能专心和朱温交朋友 罗宏信的出手改变了局部割据 等于把李成寺等人的北归路给堵死了 李成寺回不了何东 只好和朱宣一道死守 李克用本不想得罪罗宏信 既然罗宏信翻了脸 那也不客气了 四月 李克用亲自出马 强行借到魏伯 打败魏军树阵 禁为魏州 朱温担心罗宏信 打不过李克用 留庞尸骨继续围攻运州 自率大军前来会老朋友 两军对峙于衡水 自从上缘夺一别 两人已经十二年没有见面了 当初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 现在已经是白发微天的不惑之人 二人心中肯定有很多的感慨 李克用在镇上见到仇人朱温 分外言红 大骂朱温 朱温也不客气 张嘴还骂 骂够了 开始进入打架流程 李克用派出他的长子洛洛 领着三千铁骑轿阵 辩军阵中出马的是大将 葛从舟 山东一条葛 无事莫辽波 说的就是葛从舟 怎一个猛字了得 葛从舟生勤落落 李克用看到儿子被亲了 差点没背过气去 亲帅亲军前去救儿子 刚入阵中 李克用锁城马扑倒在地 扁人大喜 急上前来捉李克用 李克用运气后 用剑射杀 变军数人 加上后军来救 方才得免于难 李克用儿子被亲 自己救援失败 李克他转了态度 派人求朱温 高抬跪手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肚里能撑船 能放小儿一命 做牛做马也是的 朱温先是慢慢的享受着 李克用的低声下气 过完饮后 一声令下 斩 李克用这个心疼啊 他恨透了朱温 但局势不利 自己很难取胜 只好忍辱返回太原 继续怀念和大儿子在一起度过的岁月 朱温没有撤军 朱轩的存在 就是对朱温最大的不敬 为了朱温的未来 朱轩必须死 变军 距于济水之策 准备发动最后的总攻 庞尸谷牵声夺人 攻破运州 朱轩带着家小北奔 但半路上 却被葛从州追上 五花大榜地献给了朱温 朱温一顿奚落之后 将朱轩斩于便桥 演运等地 被朱温所夺 朱轩大将朱锦 被追得走投无路 南下渡淮 投降了杨行密 朱温性格残忍 而且形势极端 斩了朱轩觉得不过瘾 又把朱轩妻子荣氏 坚肃了几回 然后带回汴州 张夫人们之丈夫凯轩 迎至风求 朱温得意洋洋地 把战事告诉了夫人 哪只嘴上抛风 把坚肃荣氏的丑事 给说了出来 张夫人面色不悦 肃见荣氏 荣氏命悬于他人之手 见张夫人哭败不已 张夫人也哭了起来 朱温最敬爱张夫人 对张夫人 言必听 记必从 从不敢少舞 朱温何等聪明 他听出了张夫人的 弦外之音 如果你要失败了 我照样被朱轩锁入 朱温一阵惭愧 便送荣氏入寺为您 从此不再进荣氏之身 朱温是五代 著名杀星 杀人从不守软 管你是皇帝老子 还是仆从世人 只要他高兴 叫你三更死 绝对活不过五更天 但是朱温 唯独对张夫人 李静有加 实在是让人感叹 朱轩终于被除掉 朱温好不畅快 朱温 避除朱轩和三国时 曹操避除吕布 其实是一个道理 就是卧榻之策 其容他人憨水 朱轩 吕布 对朱温和曹操的威胁是致命的 所谓昼夜之患 是绝对不能留的 曹操在平定袁绍势力之后 二十万大军南下 而朱温还没有平定李克用 也就要南下了 前宁四年刚刚入春 朱温大举南下 因为朱有公前不久和淮南军作战大胜 占领了鄂州 也就是今天的武汉 鄂州递进长江之力 顺江东下可直达金陵 这也是朱温顿起南征雄心的原因 让庞石谷率东陆军出清口 葛从州率西陆军出安丰 两路合进 淮南行政长官杨行密 得知朱温大举南下 心中暗骂 你这个不要脸的朱三 我杨某人招你惹你了 要来找我的麻烦 杨行密可不是李玉 那也是个九星考验的地主阶级革命家 不怕你这手 杨行密于是接收了朱轩的遗将朱锦 赴寿春招待庞石谷 没想到朱锦这回突然开窍了 上次朱温用火攻 这次我用水攻 其实水攻并不稀奇 关键是朱锦的对手不是朱温 而是有勇无谋的庞石谷 朱锦见汴军地处河下口 便掘了淮河水 淮南军趁势冲杀过来 结果庞石谷部猝不及防 被朱锦水淹欺君 汴州兵全部都成了虾兵卸将 庞大将军也死于乱战之中 西路的葛从州见庞石谷完了 可不想玩水 他也退了回来 其实这次亲口之败 副主要责任的还是庞石谷 首先便军所驻扎的亲口 地势低下 前面高处就是淮河 淮南军一放水 便军根本没地方跑 而且部下已经有人看到这个危险 提醒过庞石谷 可是庞石谷对朱温的忠心实在是大大的 没有得到朱温的命令 不能乱换地方 最可气的是 庞石谷居然杀了 提醒自己的这个有识之事 真是糊涂加愚蠢 该死得很 杨行密一战成功 有点飘飘然 见到朱温撤军 觉得自己可能小看自己了 也想体验一把枭雄生活体验 光华二年五月 杨行密近起精甲五万大局来犯 徐州告急 朱温听说杨行密得理不让人 心想真是给脸不要脸 我都撤军了 你这死还来纠缠我 朱温准备亲征 教训杨行密 给庞石谷报仇 可杨行密 一经朱温要亲自出手收拾自己 突然就蔫了 二话没说 转身撤退 朱温其实也不想和杨行密玩命 毕竟北方射都 李克用是最大的威胁 还有占据幽州的刘仁弓 占据郑州的王荣 以及魏伯的罗洪信 犬牙交错 形势还不明了 在北方形势没有稳定之前 不意在南方大动干戈 朱温对时局的分析 确实很正确 没过多久 幽州接驻使刘仁弓 出兵 攻魏伯军 罗洪信向朱温求救 变军在内皇和幽州军大战 两下正打着难解难分之际 驻守山东的葛从州 火速的派兵支援 大败游州军 斩首两万多 刘仁弓偷击不成十八米 败回了苍州 打完刘仁弓 朱温又和李克用卯上了 陆州是晋阳和汴州之间 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谁得到陆州 谁就占据有利地势 可这一仗 朱温打得很不顺利 最终还是没有夺下陆州 这成了朱温的一块心病 朱温占不了李克用的便宜 又打起了刘仁弓的主意 光华三年的四月 朱温命戈从州 率山东军北上攻打苍州 这一次比较顺利 连下苍州德州 刘仁弓前来找戈从州算账 结果被戈从州猛吃了一顿 死伤万愚 刘仁弓其实也是不自量力 当时北方实力最强大的 是李克用和朱温 刘仁弓实力有限 应该在学会 在夹缝中生存 而不是四处招摇 李克用偷袭明州 准备消灭魏伯 朱温又不辞辛苦的 去收复明州 没想到河东的李静通 听到朱温来了 吓得是干净胆烈 他溜了 朱温见李静通跑了 没地方发泄愤怒 便顺道去郑州收拾王荣 赵立各从周围前军 朱温坐转中军 王荣年纪小 心灵脆弱得很 听说朱温来招待自己 差点没吓哭 盲牌部下周氏求和 朱温刚开始还怒气冲冲 周氏的口才不错 娓娓道来 朱温是当事豪杰 是我朝的齐桓尽文 朱温的人意 不在齐桓尽文之下 何必把王荣逼上绝路呢 生人一命 胜造浮屠 朱温还是给王荣 留条生路吧 但凡残暴的人 多喜欢听别人夸达人意 朱温也不例外 激动地握住周氏的手说 直音哪 周氏兄弟 你说得太好了 就这样吧 王荣送个人质过来 我就撤兵 王荣没有办法 只好送儿子王昭作 做人质 朱温撤军 朱温决定要北方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 十一月间 派大将张存静出征留人工 攻下了宁州 墨州 义务军阶渡是王告 是个没用的 软骨的富二代 还没开打就携家小 逃到了晋阳投奔叔叔 王楚直 王楚直 可知道朱温不是好热的 光跑没用 只好带着一家老小 向朱温请贺 朱温写信之文 为什么经常派李克用的马屁 王楚直回信说 我哥哥和李克用 在讨伐皇朝的时候 接下了身后的战斗友谊 加上又是邻居 平时红白喜事也来往了不少 并没有别的企图 朱温此次北征 主要是战略威慑 令这几个实力不强的军阀 导向自己 孤立李克用 王楚直 既然答应做自己的附属 其他的一些帝氏级军阀 也纷纷地向朱温臣服 东北局势见稳 便收兵回来了 从战略形式上来说 朱温地控中原 北连魏赵 对死敌李克用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赵魏是中原重要的战略侧义 就如同淮南对江东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样 后来李存旭灭梁 也是掀斥掉赵魏 打掉了梁朝的右侧纵身 其席梁得手的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是封建时代权力之争的第一规律 到了公元十世纪前后 许多小军阀已经被吞并了不少 这时能算上大镇诸侯的 有中原的朱温 河东的李克用 成德的王荣 义武的王储直 魏伯的罗绍威 河中的王科 幽州的刘仁公 青州的王师范 凤翔的李茂贞 定难君的李思建 两川的王建 京南的成那 江西的中传 淮南的杨行命 浙江的前流 福建的王审之 湖南的马阴 广东的刘尹 各路好汉配置 地盘基本定型 为之后的各地割据 打下了基础 滚滚历史的轨迹 依旧向前移动 苟延残喘的唐王朝 也缓缓地走向了终点 上下五千年 独时有学问 我是罗宾 刚刚您听到的是 三峡出版社出版的 由江郎柴进 撰写的五代十国风云录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我说的时候 你可以 学问 你 你 我 在那边 我 感谢观看